这个时候下播有利于下次直播 对 我每次都是人比较多 那个时候就下播 吃点雪梨 我没有咳嗽 所以我就没有吃雪梨 早上吃一个鸡蛋 我这两天早上就吃个包子 然后偶尔吃 就今天早上吃了碗凉粉 平时都吃一个包子 谢谢村门人气票 谢谢 谢谢村门人气票 想吃的吃没有关系 对啊 我也觉得想吃就吃 只要不胖到120就可以 我对我自己要求很低 只要不胖到120就行 因为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嘛 那别人怎么看 这个不重要 身体要重要一些 我那几天我真的都差点嘎了 我都感觉 睡也睡不了 醒着 然后我站着 我坐着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好像喝了点 然后整个人都是晕了 然后又要吐这时候 谢谢 谢谢送的小星星 110 还行 120 太 对 就是这样 谢谢 美好 明天送的墨镜 谢谢 谢谢叔叔 少喝饮料 我从来都不喝饮料的 谢谢 谢谢 漂浮云姐姐 送的墨镜 谢谢 送的小星星 我平时都不喝碳酸饮料的 我最多要喝的话 就要喝酸奶 要么就矿泉水 我不喝可乐这些 今晚眉毛超级好饭 我今天眉毛都没有化好 化妆眼镜 唐糖化妆还好 谢谢 谢谢蔡姐 送的墨镜 谢谢 其实你们老跟我解释 唐糖跟阿伟的关系 其实我不介意唐糖的关系 我自己都关注着唐糖的 我跟唐糖是互相关注的 我感觉 他们两个很正常的 有些人就故意来我直播间 然后有的时候 说唐糖怎么怎么的 谢谢送的啤酒 可乐不要喝 我没有喝可乐 我不喝可乐的 我最多就吃吃辣条 吃吃薯片这种 唐糖很可以 对啊 而且唐糖 我听就是 叔叔他们之前说过 说唐糖是甘女儿 然后他们一起长大的 然后我感觉这没事啊 刚才是阿伟姐姐 我知道了 然后他们两个 没有你骂我 什么直播也不能吃东西啊 没有你骂我这样子啊 我没有骂你啊 我吃东西怎么了嘛 我没有骂你啊 吃辣条就对了 但是他们不让我吃 我偶尔吃 那黑粉老行我不要吃了 你约行我不要吃 但是我一会儿我还 卷包方便面来吃 去泡包方便面来吃 去点个烤鱼来吃 看她是阿伟的姐姐 我知道 说叔叔让她做甘女儿的嘛 然后他们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本来就是 那本来就是 那条感冒不能吃 我现在好了 应该可以吃了 我昨天没有吃这段时间 我的手机我都看不了 我看手机的时候 我眼睛都是这样的 谢谢关注 谢谢 唐唐也是大老板 我知道 我刚注册抖音那会儿 我就 我就跟唐唐 就是互相关注了的 我们一直都互相关注着 只是我们两个还没有见过面 没有打过招呼这些 只是一直关注着 吃多口干 我也觉得 他叔叔说的对 每次我叔叔叔说的都很对 我这两天 我的饭也吃不进去 水也喝不进去 我现在想吃的东西都还不行呢 他们要多喝水 我今天已经喝了很多水了 然后我吃饭的时候 喝那个汤也喝了好多 一直在喝汤 那么你要多喝喝 好的 但是我晚上比较喜欢喝 那个瓶装的矿泉水 我之前在二伟哥他们那边的时候 我买了那么大瓶的那种矿泉水来喝 然后他们那天喝八战一不是喝醉了吗 然后他们让我一起喝 然后我就拿那个我的那个桶来喝 喝热开水 我白天白天会喝热开水 因为晚上的话我也懒得弄呢 而且其实我吃东西 你们说让我注意形象 我我吃东西 我又没有那种很夸张的吃 然后我吃东西又没有发起嘴巴 那么不要离开粉 知道了 有些人都没怎么理他们了 他们来我这骂我 他们还要给我长点热度了 欢迎老板现在会不会让你离开 谢谢谢谢 谢谢直接送的念一念 当时但是确实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上班的时候 就是没有集中精力嘛 而且你们说的是 我哎呀好像上次有个谁说的是 他说的是 我看到我应该看到那个情况 就知道阿伟阿伟哥是老板 但是你们不知道是我 前面我就没有进去过 因为我们那边 这个服务员还是比较多嘛 然后我 我之前我都是在别的包间 然后我就是 因为阿伯哥他们那天喝的也比较晚嘛 然后后面我再去给他们上汤的时候 然后才弄的 我那个时候当时才进去了 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喝的差不多了 我那次就进去过一次 然后我就把他衣服搞脏了 然后他们说的是 我一直在那个包间 然后我应该看得出来 阿伟哥是老板怎么的 我当时我要是知道阿伟哥是老板的话 我就不会去问他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然后阿伟哥给我说工资三千五 都不会心难 然后当时直播的时候 阿伟哥就问嘛 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帅哥 我才这样激动 然后我就说对 然后我就按着他话走嘛 我说对 我到西山那么久了 第一次看到帅哥 所以我的心有点 有点跳 然后就不小心把汤搞到他身上了 我是这样给他说的 三千五也是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三千五 当时我在那上班一个月的三千 他比我多五百块钱 这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当时直播的时候 他们说阿伟哥一个月 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的 然后我就问他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们怕 你们怕我在 他在我面前没有底气 然后我就故意说那么高 故意说他工资有那么多 西装手洗的吗 那个时候肯定是手洗啊 那个时候洗衣店 干洗店什么都关了 那个时候餐饮店都只有 就只有那种少数民族开的店 还开了 胖族开了基本上都关了 因为都春节放假了 然后我们当时也放假了一两天 阿伟哥说三千五的时候 阿伍笑了 我当时以为是大哥 嫌我工资低了一点 比阿伟哥少了五百块钱 然后他才笑的 我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感觉我们俩不会再见面了 因为我当时已经把衣服还给他了 我感觉我们俩不会见面了 等多长时间 我从中午等到下午的 我当时给那个人打了电话嘛 他说的是阿伟哥在楼上忙开会 然后我放在前台嘛 我又不放心 然后怕被人就是拿走了嘛 不小心拿错了嘛 然后我只能在那儿等 然后一直等 然后阿伟哥他们就出来的时候 我就把衣服拿给他了 我看他们那个时候出来 都已经四五点了嘛 都该到吃饭的时间了 然后我就说 要不请他们去吃点小吃吧 然后我就请他们去吃点凉粉 因为那儿 那儿就是那儿比 什么比 那儿是离我上班的那个地方 比较近嘛 就在我上班地方的旁边 然后我刚好跟他们吃完 然后我就回去上会儿班 然后我就下班了 你和五百年钓到大鱼 我钓到什么大鱼了吗 我知道他那个衣服有点贵嘛 我但是我不知道多少钱 我只知道有点贵 然后我当时又那个干洗店 又没开门 我只能用手洗啊 我怕他觉得我洗得不干净 然后我才塞那五百块钱 因为我当时我确实有点对不住他 给他放五百元 是因为我感觉 没有我洗的没有干洗店洗的好 然后我才放那五百块钱 那五百块钱就当时 他去 然后他再拿去干洗店洗的 我再拨四分钟我就要下来 叔叔阿姨们 我要下播了 我明天再给你们播 因为我昨天晚上确实是没有睡 我睡不着 可能是因为有点激动的原因吧 然后我想着现在就睡了 早点睡了 说话了别吃东西 其实我吃这个也 不阻挡我说话 因为他要移到嘴 我嘴巴里面它就融化了 拜拜下播了 晚安 小声